各位觀眾朋友,所以我剛剛跟你講那個重要的判斷先後的原則,叫做截切原理 截切原理,我上課喜歡的說法叫做先有西瓜,才有西瓜被切 所以被切開的先發生,切連的後發生 有兩個事件,甲跟乙,甲受乙的影響 所以就表示甲先發生,乙後發生 甲被你切換了,就表示甲先發生,以後發生 所以被截切的,受影響的事情先發生 切別人的,影響別人的事情叫後發生 叫做截切原理,受影響的,被截切的事情先發生 影響別人的,切別人的事情後發生 先有西瓜,才有西瓜被切,被切開的是先發生的 切的動作是後發生的,說明舉例 好,如果兩個事情沒有截切 A跟B兩個之間沒有截切,不要直接就說 我不知道誰先誰後 要看看圖上面有沒有第三者 如果我知道甲比乙長,乙比餅長 甲比沒有切,我還是知道甲比餅來的長 我還是說第三者,如果沒有,來的就是不知道 如果沒有,來的就是不知道,OK 我就考過兩個沒有截切,可是可以判斷 要看圖怎麼畫,才會曉得我能不能判斷 如果找不到,來的就是不能 好,大家想要不要舉例 這個圖上面,有個斷層的鹽脈,誰被誰切 斷層切鹽脈,鹽脈切斷層 斷層切鹽脈,對不對 圖上面寫斷層切鹽脈 所以斷層被鹽脈被切切,所以誰先發生 鹽脈先發生,斷層後發生 所以這個圖顯示的是鹽脈先發生,斷層後發生 所以這張圖是鹽脈先發生,斷層後發生 因為鹽脈被斷層切,鹽脈被斷層切開 所以是鹽脈先發生 如果圖換一種,換這樣,這誰切誰啊 鹽脈切斷斷層對不對 所以是鹽脈切斷斷層,斷層被截切,所以誰先發生 斷層先發生,鹽脈後發生 所以如果畫這樣,就是斷層先發生,鹽脈後發生 因為斷層被截層,所以被截層的先發生 切別人的後發生 所以你畫長大了,你就知道 這裡的考試重點是什麼 看圖,看圖,看圖什麼畫 看圖什麼畫 你才會知道這什麼結果 看圖什麼畫 不同的話吧,答案就會不一樣 但如果換成這樣耶 這樣斷層被圓脈誰先發生 他們兩個都切開下面所有的鹽層 他們兩個都比下面的鹽層後發生 他們兩個都被最上面的鹽層給切斷 他們兩個都比最上面的鹽層早發生 我們兩個都比A早 我們兩個都比E晚 那我們兩個誰先誰後 不知道 簡單就是沒有結清 也會找不到其他關係 所以答案叫做不知道 不曉得 無法判斷 這題是學測討過的樣子 叫做無法判斷 不知道誰先發生誰後發生 所以這裡的考卷就是要看圖 根據圖所畫出來的結果 你去判斷誰先發生誰後發生 用的方法叫做截切原理 先有西瓜才有西瓜被切 所以受影響的被人切斷的先發生 影響別人的切斷別人的事情是後發生 這叫做截切原理是一個重點 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舉例說明 所謂的地層紀錄地質事件 這裡 來阿龍口 我們說這個中間這個白白的地方 是浮海灘 為什麼 因為都是這種沉積物 像貝殼那種沉積物 所以我知道在這段時間它是什麼 它是海灘 在歷照之前它是海灘 就有鋪海灘 叫做現行構造 有一個沙葉蓮布成的海石平台 然後被弄成一個大灣區 這顯示什麼事情 顯示它曾經受到某種作用力 而且你還要知道作用力是南北下 還是東西下 壓那個方向大灣 這邊曾經有受到一個巨大的壓力的作用 所以這現行構造彎曲了 OK 地層進入地質事件 這裡曾經有一個尬的擠壓 這叫做交錯層 流水的交錯層 高中會教你根據流水交錯層 可以判斷流水的流向 所以這以前有一個骨水流流過 而且是這樣子流 所以留下這樣的一個交錯層 立即成立 下面大顆 什麼意思 流速快 中間小顆 什麼意思 流速慢 後來又大顆 什麼意思 流速快 喔 這邊的 帶來的流水流速 曾經快過 然後又慢過 然後又變快了 那我就可以了解這個地質上所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地層進入地質事件 這一個派魯格斷層 油會加斷層 張力跟壓力 這兩個斷層 就是它受到什麼力量作用 張力作用還是壓力作用 還有什麼樣的擠壓這種狀況 我就可以知道發生過的事情 這叫做 用這些實力跟你說明 地層紀錄事情 事件 然後可以再看這些地層 了解 以前發生過什麼事情 來做我們 做為我們的研究 然後讓我們能夠了解 過去的事 然後怎麼影響現在 建古之今 OK嗎 OK